大家好,我是屁叔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天涯论坛 一个昵称为瑜伽鬼话的网友 在论坛上发布了一则网帖 分享了一段常人难以理解的离奇经历 关乎生从何来,死归何处 并尝试着向网友们寻求答案 到底是沉睡和遗忘,还是记忆混乱呢 楼主开篇提到 这篇文章并非创作帖的天马行空 就是三两好友坐在一起吃个饭 不知怎的就聊到了生死这事 楼主的几个朋友 生活条件都还过得去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他们中有做过生意的 见多识广,遇到的事也多 自然总有那么一两件出奇的 讲的事零零总总也杂七杂八 涉猎很广,有惊悚的,也有温情的 但归根到底,都是看见的,听见的 完全无法用常理解释 只能归结到虚无缥缈这种存在的身上 废话少说,直入主题 那是上个星期天,3月3号 楼主一行七个人 在新庄附近的一家叫鱼记的饭店吃饭 楼主一共七个人 首先是干哥 那天听的大多数故事都是从她的口中说出来的 她在西北的一个省份长大 在上海上学 这些年来,走南闯北 接触过的行当不少 遇到的事也最多 然后是青嫂 青嫂是非常温柔,睿智的典型南方女人 很有帮扶运 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她朋友多,喜欢四处的旅游 玩的时候呢,也遇到那么一两件怪事 多与菩萨有关 吃饭的时候,她和青哥都在 第四个是柳叔叔 柳叔叔比楼主他们在座的年纪都要大一些 可能是对鬼神知识比较在意 当时她几乎没怎么说话 只是偶尔的点评一下 第五个是小海 很精致很精神的上海男人 生意做得挺大 时常国内国外两边跑 剩下两个就是楼主和楼主的老公了 第一个故事 来自天堂的号码 那天,究竟是怎么说起鬼魂这件事 实在是记不清了 总之记得是干哥开的头 话说干哥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 同系同班同宿舍 一起翘课,一起斗塔,一起吃饭打球 一个说兄弟我受人欺负了 跟我报仇去 另一个拎起啤酒瓶就能往上冲的那种 人在青春年华的时候 总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不是 不过,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毕业之后,两人各奔东西 虽然也还联系见了面一样的熟络 毕竟不像在学校时成天凑在一块儿 也不像以前一样什么事都说 人啊,年纪越大,距离越远 能说的事也就越少 久风知己千杯少 可纵有千杯酒,难得以知己啊 干哥那个时候也是创业起 自己忙得千头万绪,一塌糊涂 有段日子没和这个同学联系了 只从别人的口中听说 他感情不太顺利,似乎是受了一点挫折吧 不过,这事干哥也没太往心里去 男人嘛,总得精力才能成长 所谓千锤百炼出深山嘛 此后,干哥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安慰了几句 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过了一两个月吧 他突然接着了这同学的电话 电话通了 他这同学说 老干,没别的事 就和你道个别 干哥还是很了解他这同学的 一听语气不太对劲 就赶忙说道 咱俩压根没见面 你道个屁的别啊 你在哪呢 刚好我最近很闲 咱俩出来坐坐 那同学呢,就是不说在哪儿 只说不用了 干哥死活不挂电话 变着烦地问 后来那同学啊,守不住了 犹豫了好久才说道 在成都呢 那同学的家和事业都在上海 工作性质和出差 八杆子打不着 现在也不是旅游界 他跑成都干什么去 干哥一听到这儿 就有点急了 压着性子说 刚好啊 我也要出差去成都了 今晚上就到 你住哪里的酒店 在那儿等着我 咱哥俩好久没见 喝一杯 挂了电话 干哥就往机场跑 赶最近的一班飞机 飞到了成都 到了他朋友说的酒店 一问前台 他朋友住是住在那儿 但一走就退房了 那酒店是在一个景区里 往外不远 就有车上山 干哥找不着他的朋友 正着急着 忽然看着外面一群的游客 乱哄哄地下来了 不住的一乱 还有警车从外面的路上 开了过去 干哥凑到游客的跟前 刚想发问 就听游客说 真会浅 怎么跑这儿来寻思 干哥一听 脑子当时就炸了 眼睛前白白的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没有任何的缘由 他心里清楚 那就是他哥们 后来警方来了 爬到山下 把尸体收了起来 干哥跟在后面认了尸 说明了情况 做了笔录 警方说 你知道他家电话不 给他家打个电话 报一声吧 干哥拿着手机 怎么也按不下那件 当初两人好的 穿一条裤子 他兄弟的爸妈 把他当儿子看 他哪儿张得了口 后来 这电话 还是警方给打了 说 你家儿子 在这里挑衙 节哀顺便 处理完了事 跟哥就在 他同学开的那间房 住了下来 晚上 躺床上就拼命地想 他想 兄弟 你要是还没走远 就到我的梦里来 咱哥俩再见一面 聊聊 边想边回忆 以前上学的那些事 越想越不是滋味 眼泪滑滑地往下流 后来就那么睡着了 但睡了一夜 什么也没梦着 别说他兄弟了 连他兄弟的根头发丝 也没入梦 处理完尸体 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 干哥先飞回了上海 去看看两位老人 干哥上飞机那天 离出世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在飞机上 干哥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 他哥们儿 容光焕发地 过来跟他打招呼 两个人和从前一样 盘腿 坐着喝酒聊天 没了 他兄弟说 哥们儿 我现在在这儿 过得挺好的 回去跟我爸妈说一声 让他们别担心 有空给我打电话 刚把电话号码留下 飞机一颠簸 干哥醒了 梦里发生的事情 干哥记得一清二楚 唯独怎么也记不起 那个电话号码来 到了老人的家里 干哥不可能 把飞机上坐这梦 跟老人说呀 那不是够老人伤心吗 就指尖软化 安慰两个老人 谁知道 他哥们儿的爸爸 突然说到 他在上面 过得挺好的 他那天 给我打电话了 老人说的那天 是干哥哥们儿 跳崖的第二天 那天 干哥正在警局里 认识做笔录 确定他哥们儿 不可能再认识了 那又怎么可能 给他爸打电话呢 但老人非常的确定 就是他 我不可能认错他的声音 他来给我们报平安 说已经到了 干哥心里一惊 说老爷子要不 您把手机号给我看看 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 老人的电话不多 基本上 只有自家的儿女打 如果儿女不打 几天不想一次 也是有的 老人把手机 递给了干哥 干哥上上下下 查了好几遍 老人说的那个时间段 空白一片 前后两个小时 也没有电话打进来 但两个老人 都非常的确定 哥们儿那天 真的打电话了 干哥头脑一热 就把做的梦全说了 跟老人说 他让我带个话 他在上边 挺好的 你们别担心 两个老人呢 也都没哭 特欣慰地点头 没了 跟哥说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老人 是真的接到了电话 还是悲伤过度产生幻觉了 但如果是幻觉 又怎么会那么巧呢 有人说 这都是心念的投影 你心里想怎么样 就怎么显现给你 也许 这真的 就只是悲伤过度的几个人 产生的欢迎而已 接着来说第二个故事 恒山佛 这个故事是青嫂讲的 青嫂性子温柔 朋友多 又很喜欢旅游 有一次 她和两个朋友 一起去恒山游玩 据说 那里的佛 恒灵 就特地地跑去拜佛 她这两个朋友 一个结婚多年 未曾生育 于是求了子嗣 另一个 父亲患了绝症 家人都很忧心 就求了平安 游玩回来下山 往下一个目的地 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 车子没油了 于是就找了一个 加油站去加油 然而诡异的是 高速服务站里的加油点 那天 居然也没油了 几个朋友实在没办法 就从超市里买了一罐装的油 自己倒进去 然后又开着车上路 上路开了一会儿 就发现事情不太对了 可能是买的油不纯 或者干脆就是假的 这车子无论怎么开都开不快 最多只能开到四十码 高速路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儿的 还赶着去下一个目的地 不可能停下来 又担心车子被磨坏 于是几个人啊 就将就着往前开了一段 开到下一个服务站 赶紧拐进去修车 幸好开的时间不长 磨损不大 换了个小零件 又特意加了97号的汽油 这么一折腾 虽然不算太久 但也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行人再次上路 这次就顺利多了 一路上也没出什么事 开了一个多小时 前面忽然堵得厉害 一问人才知道 前方发生了连环撞车 前前后后追尾了十好几辆 有没有人员伤亡 清早没说 楼主也不知道 只是当时车里的人 都几乎同一个想法 如果不是车坏了 被撞的 肯定有他们 当时清早他们 也没往旧的服务上面去想 只觉得是运气不错 因为前面的路被堵了 一时半会儿处理不完 清哥那天呢 是给几位女士当司机 看到导航上 前面不远 有条别的路 车子一点一点地 蹭到了出口 就直接拐了下去 打算从别的路 绕一圈 也好过堵在这里 上了那条路之后 车子越开越诡异 设施完备 非常新的一条高速路 竟然一辆车也没有 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黑了 整条高速路上 只有清哥他们一辆车在行驶 没有声音 没有画面 只有车前灯照出的 那一点点的光亮 就像是公路恐怖偏似的 就算是有清哥这个男人振着 一车的人 还是有点惊慌了 清嫂呢 就给当地的交通局打电话 想问问 这条路是怎么回事 可是连着打了几个 都没打通 也不知道是打到第七 还是第八个的时候 电话终于通了 那边值班的人员告诉他们 这条路的确是有的 不过 才刚刚开通 所以还没什么车在上面走 就打电话的这会儿 对面路上 迎面开来了一辆车 车里的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知道没遇上什么邪事 此后一路顺逢 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 那个怀不上孩子的朋友 给清嫂打电话报喜 说是检查出来怀孕了 要请清嫂吃饭 几个朋友又聚在了一起 聊着聊着 就说起了拜佛求子的这事 说横山的佛挺灵的 说到这档口 紧接着就想起了 那天遇到的其他事 突然反应过来 那天之所以避开了车祸 会不会就是那张 平安符的保佑呢 来说第三个故事 护身灵 这个故事是小海讲的 小海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姑且就叫胖子吧 这两个人是发小 从小住一块 一块上小学上中学 大学同一宿舍 后来又一起在国外创业 关系特别的甜 这事就发生在胖子的身上 但小海当时也在的 这事发生在前几年 胖子的父亲刚去世不久 那个时候 小海和胖子 已经逐渐地开始回国发展 在广东福建一带 有很多的事业 有次他们又去那边谈事 从一个地方 赶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那天人挺多的 小海和胖子坐了两辆车 小海开着一辆车在后面 胖子坐前面的那辆车 没开 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因为忙了一天 所有人都累 那边的高速公路 有一段在山上 急转弯特别的多 胖子坐的那辆车 司机大概是太累了 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 就没反应过来 所有的事发生得特别快 小海缓过神 就看到胖子坐的车已经翻了 朝副驾那个方向翻过去 侧着在公路上滑行 胖子的整只脚 都在车窗的外面 都在地上拖着 车窗的护栏上 反弹的一下停了下来 小海他们吓死了 冲过去就去看看怎么样 胖子也有点傻眼 被人从车里拉了出来 懵懵都弄的 听小海一个劲地问 有没有受伤 才看了看自己的脚 特别邪门 鞋子磨得稀烂 底都掉了 胖子硬是一点事都没有 脚上连个擦伤都没有 因为车呢 是往胖子的那个方向翻的 司机没什么事 后座上坐的人也没大碍 都是点皮外伤 交警来处理了一下 几个人的朋友也来了 开车把他们接走 胖子和小海来到了宾馆 小海泪瘫了 但还是让胖子先去洗漱 用热水压压精 胖子洗完之后 小海进去洗 还跟胖子说 早点睡 明天还有事 等到小海洗出来 就看到胖子还坐在床边 好像在想着什么事 小海就问他 你怎么了 还不休闲 胖子一抬头 小海才发现 胖子的眼圈是红的 他跟小海说 刚才出事的时候 我感觉 有个人拖了我脚一下 我脚底下一直软软的 车祸的时候 小海看到一清二楚 胖子的腿 被甩到窗外面了 就在地上 擦着脱行了 好长一段时间 鞋子坏成那样 也说明力道肯定不轻 可是胖子 却一点伤都没有 当时太乱 没仔细想 现在想一想 这事 确实透着骨鞋劲 胖子又说 我觉得 是我爸保佑我呢 他们那儿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的人至亲死了之后 不会立刻离开 而是成为了守护灵 守在身边 给你挡栽结 胖子出这么大事 没受一点伤 除了他爸保佑他 他再想不出别的可能 而且 他自己也有感觉 脚明明蹭在地上 他却觉得是软的 还有人拖着他 楼主认为 这种软软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人 遇到紧急状况时 产生的幻觉 非说是神迹的话 父母对子女的爱护 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神迹 如何看待 人之生死 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 不见 不散